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来又有机会 持续往挑战新高的方向 来做一个前进 毕竟美国的道琼指数 准备要挑战新高了 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 已经创下了 波段的一个高点 这也是我在我们节目当中 最率先跟各位报告的 一个情况 尤其是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还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 美国的卡尔文3号 美国的各种航空母舰 来到了朝鲜半岛 好像韩战即将要爆发 当时我怎么跟各位说的 当时各位还记得吗 那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节目也可以 股市现场这种非凡 我是非凡的重要特别来宾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当时和我同台来宾 全部在这个点都说 万点可能没有机会了 或者准备等到下半季了 或者准备等到下半年 总之就是不会是现在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凡是有讲到这个言论的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他的节目你千万不要再看了 转折看不懂 钱就赚不到 亲爱的投资朋友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三角形往往在我的片线理论就有了 往往不小心到了尾盘的时候 就会产生破线性质的状况 那是三角形末端的 那以后我有机会 可以在网路上 可以在电视机前面 再跟各位来做教学 第二个 最简单的一个心法 股票市场 不会在利空发生的当下 懂我意思了没有 股票市场的高点一定是 哎呀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我不是说今天是高点 我是说当你感觉到全市场 都非常乐观 认为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状况之下 那这种状况之下 就容易见到高点 股票市场最起码 不会在利空发生的当下 就见到高点 所以我当时怎么跟你说了 我说川普 请问一下健保有过吗 没过啊 税改有改吗 没改啊 结果现在税改 听说要通过了 你看有没有 后面的利多啊 就会盖掉前面的利空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呢 我们先从当冲三架线里面 先抓钱 先赚到钱再说啦 那美国股市和台湾之间 有哪一档股票 是有相关联赚钱的地方呢 嘿嘿 你就没有想到 其实还蛮多的 先讲两档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 这档我没做啦 不过这档也是其中之一 它跟美国哪一档股票有相关 美国的应用半导体 现在已经创新高了 但是美国还有更好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叫做Google 创新高 美国还有更好的股票 昨天大涨了2.83% 甚至大家熟悉的 阿里巴巴也是创新高 Ebay也是创新高 OK 和Ebay 和美国的Google 和脸书等等这些网路购买 有相关的是哪一档个股呢 答案应该很清楚吧 我们不是从这里做 但是这里做完的时候 让他休息 来 今天可不可以玩 我问你今天可不可以玩 今天你敢不敢玩 我说过敢做当冲 你就敢赚波段 因为当冲是现买当天现冲掉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从69.8进场之后 拉到各位看到75.2 这样子现场就赚了6.8元 10张赚6万8 Ebay創新高 你要找单据我找给你看 没问题 所以利用我的三价限 转墙 关键价跟转落 我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每天把我家族成员赚钱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以后有LINE的时候 那个速度会更快 以后有LINE的时候 那个速度会更快 所以想要真的证明 这个分析师能不能赚钱 看他能不能当冲就知道了 这么多散户都会当冲 你分析师不会当冲 你骗谁 懂我意思的没有 第二件事情 来 腰股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行情最近 都是走腰股的天下 光是这么多股票在涨 哪些腰股还可以买 哪些腰股后面还有人 我想我讲得很直接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有一本非常重要 未来的一个所谓的住处 我说九大腰股种类 第一个叫开张痴三年 我想这个就是开张痴三年 我很直接跟你讲 这叫开张痴三年 因为它三年就涨了没一次 三年涨了没一次 开张痴三年 第二种主上基的等等等等 各位注意一下下 像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借 各位看到没有 以甲乱针 升东及西 升东及西看到没有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顺势而为 这档股票是我最近在跟各位讲的腰股之一 答案你现在可以知道了 第一次在39块的时候 带我家族成员进去买 第二 这个股票有的时候 感觉上满恐怖的 第一个现在是大涨中 没有问题 现在还在涨 第二个各位看到没有 它的EPS不是正的 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涨 我常常讲一句话 腰股除了要证明说 能够带你进带你出 自己看一下 是不是它 腰股能够带你进带你出一万 最终还要讲这三个字 为何涨 能不能买 不但能够第一次买 第二次还能够再买 怎么卖 我问你一件事 这就是大家所注意到的重点 第二次的时候 我又连金星科一起进去了 所以你如果不晓得金星科 为什么涨 你当然不知道士星科涨什么 甚至我就这么告诉你一件事 我可以提醒一下 他们现在能够涨 一定跟正文现在大涨 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所以标股一定有它的左邻右侧 这叫做什么 顺势而为 看到没有 这叫做什么 以假乱真 顺势而为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两招拿起来一用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顺藤摸摸瓜上去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各位来看一下 来 这一次来讲的话 你看金星科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看到没有 六五三三金星科 连续拉涨停板之后 现在进入一个整理性质的状态 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件事 这个大盘 假如最近有在9800附近震荡的话 假如有压回9800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我做这件事 你一定要跟我做这件事 因为后面还会更飙 一旦过了高点之后 还会更飙 你算算看这个V型反转 将来的高点在哪里 你看 这里跌下来之后 有没有过高 那请问这里跌下来 会不会过高 有你做决定 甚至过高之后 会不会像美国一样 直接用噴出的 那我想这个部分 咱们就当时再来看了 对不对 现在投资朋友 这用最简单的逻辑 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行情应该怎么走 我想这个部分 请你好好地掌握住 我跟你讲的一些情况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来 所以今天有一个事情 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宣布了 你就可以注意得到 那么很明显的 你就可以注意到 我们未来在LINE的时候 要推抓腰特工队 我说过前十名 抢头香的朋友 该抓的腰一定让你抓 前十名抢头香的朋友 甚至我就可以公开讲了 这不用前十名 6533的精心科 我们随时随地 切到最低一点 拉上来 准备再切第二次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LINE 很快速跟各位通知的过程当中 然后带领各位做第二次切入的一个举动 现在可以公布的腰股 可以直接跟各位报告了 不用公布这种的 这种已经公布过了 不用公布这种的 这种已经公布过了 新的已经在动作当中 甚至新的已经在动作当中 那么到底他们 我说过 其实这些股票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来到净哲的最重要的 当充技术学院跟各位来做讨论 很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LINE 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不知道怎么上车 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涨 可不可以买 怎么下车 我想这才是热门股学院里面 最重要抓腰特工队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 知道怎么做 知道什么原因 知道能够带你进 也能够带你出的 静哲进脸书当充热门股技术学院 谢谢 谢谢 本服务公司 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这些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